今天,C罗已经正式与刘伦新队友见面,开始了首次合练,无独有偶,她的一生之敌,梅西也在今天结束假期,回到俱乐部,接受了体检,并且同皮克,布斯克茨, 阿尔巴三名参加了世界杯的球员,在甘博体育城内,开启了新赛季的训练,也在今天,西梅世界体育报封面上,看出了梅西的定装照,阿根廷人身穿巴萨新赛季的球衣,右臂缠绕队长秀标,据悉,在伊涅斯塔转会离队之后,梅西成为了巴萨新赛季的第一队长,世界体育报指出,梅西和巴萨新赛季的头等目标, 就是冲击欧冠冠军,重回欧洲之巅,经历前几个赛季的欧冠失忆后,梅西更加渴望在欧冠舞台大有作为,世界杯之后,梅西一直在休息,现在西班牙的伊比萨岛,度过了一段悠闲的时间,随后又来到了希腊的弗门特拉岛, 如今重返巴萨,他需要尽快恢复比赛状态,在没有归队训练的时候,梅西甚至跟自己的爱犬浩克,一起玩起了抢球游戏, 妻子安东内拉录制了一段半分钟视频,只见梅西光脚颠球,连续挑球戏耍着他的宠物,看起来玩得相当开心, 看来,长时间没有下场训练和比赛,梅西也耐不住寂寞了,不少有才的网友调侃道,足球巨星梅西竟然掠狗,爱狗人士表示一分填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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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